颠覆你的认知!美国厂商推出最新拴动手枪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联邦火器法对于手枪的定义,与技术上对于手枪的定义是不同的 传统从技术上对手枪的定义是单手或双手握持,发射手枪弹的短管枪械,也就是说定义中比较关键的一点是要发射手枪弹 而美国联邦火器法中对手枪的定义是只有一个握把且没有枪托 根据这个定义,美国许多枪械公司为了开发市场都推出了符合手枪定义的枪械 这些枪械其实大部分发射的都不是手枪弹,如美国一些公司推出的AR-15 Pistol虽然定义是手枪,但是实际上该枪的外形就是AR-15步枪的外形 而且最重要的是发射的也是5.56毫米步枪弹 图一,这种发射5.56步枪弹的AR-15枪械,因为只有一个握把而没有枪托所以定义为手枪 此次诺斯勒公司推出的这款拴动手枪也是这种情况,该型拴动手枪名为M48 NCH,NASLA Custom Handgun,手枪 该枪是基于诺斯勒公司此前的M48型步枪发展而来的,主要对原有的一体式枪托进行了改进 去掉了美国法律中属于枪托的部分并加装了手枪式握把,还将枪械的布局变为了无托结构 使得该枪符合美国联邦法对手枪只有一个握把且没有枪托的定义 图2.M48.NCH手枪,有多款配色 M48.NCH手枪,有多种口径,全枪长在18英寸以上,全枪重复轻于5.4磅 机甲上可以安装光学瞄准镜,护目为自由扶制式护目,护目是由一整块6061T6航空旅材经过CNC精密加工制成的 可以为各种动作和枪管提供稳定的刚性平台 枪管为416R不锈钢重型枪管,且枪口带有螺纹,握把为典型的AR系列布枪握把 使用者可以非常方便地在市场上采购握把并进行更换 此外,该枪的护目前端为宽且平的形状,非常方便电纱带或者背包等其他物体设计 而且前端也设计由两脚架转换接头,可以安装两脚架 可以说,除了拳枪较短,枪管长度较短和没有枪托外,NCH手枪的其他配置基本上和狩猎用拴动步枪是类似的 美国手枪狩猎一书的作者汉普顿同时也是一位猎人,多年来他在狩猎圈内获得过大量的奖项 他在评价MCH手枪时说,在过去的40年里,我几乎设计过包括私人定制手枪在内的能够得到的单发手枪 MCH手枪能够和他们中最好的手枪一决高下 根据我的经验,NCH手枪射击精度非常高,设计精良并且人机功效较好 此后NCH手枪必将会受到手枪射手,靶场射手以及任何希望增添射击过程中趣味性的射手们的欢迎 由于NCH手枪是在拴动步枪的基础上进行的重新设计 因此NCH手枪是一款只能单发射击的拴动手枪 射击速度较慢,但好在并不是所有的使用该枪的人都希望 或者需要NCH手枪具有较快的再次射击能力 尤其是考虑到该枪的六种口径分别是 22.Nuzler 24.Nuzler 6毫米 Credmore 6.5毫米 Credmore 7毫米-08 Ramington和 308 Winchester 这些口径想实现快速连续射击几乎是不可能的 目前为止 诺斯勒公司正在生产NCH手枪并且为顾客提供了多种配置 以供选择 目前诺斯勒公司已经为客户提供了枪管表面、刻槽和安装大型枪口制 退弃两种升级方案 并且枪管长度也可以在12至18英寸之间进行选择 另外NCH手枪进行了ZeraCode表面处理 客户在购买时也可以选择多种配色 目前诺斯勒公司NCH手枪的建议零售价为2495美元 如果选择枪管表面、刻槽和安装大型枪口制 退弃两种升级方案 则各需要增加100和200美元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比较贵的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产品 后续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是否其他公司会采用类似的设计 在科威特五帝那儿的纸币上 印制的建筑是科威特中央银行新总部大楼 而大楼的承建方正是中国建筑 这是自泰国拉玛巴士黄大桥 被印在泰国当地货币之后 由中国公司承建的大型项目再次作为一国标制性建筑 登场当地流通货币 科威特中央银行新总部大楼 纸币上的中国建筑 李彪是中国建筑央行项目副经理 他带了二名专业工人来到位于威特市中心的 中央银行新总部大楼进行力行维护 中国建筑员工 李彪 科威特曼长的夏季马上就要到了 空调机房的冷却机马上就要全负荷运转 所以说今天我带工程师来 就是要把这边的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冷却机的运行状态检查一下 来保证夏天能够顺利的度过 科威特中央银行新总部大楼 与科威特王宫仅有咫尺之遥 整座大楼形似金字塔 顶部两层几乎全部用玻璃围盒而成 在夜间 通透的空间透出灯光 像船围上的灯笼一样耀眼 火之科威特要建设央行新大楼的时候 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了两次海湾战争 中间意识到 虽然这里百费带兴 但也存在不少风险 中国建筑科威特中央银行项目经理 杨春森 当时我们认为科威特市场的风险度比较高 已经撤回了这里的经营机构 但是 这栋建筑的高技术含量和国家级建筑的影响力 又让我们不忍放弃 我们还了解到 科威特中央银行项目将会印到新版的科威特货币上 这更让我们下定了决心要拿下这个项目 50度高温 沙尘暴频发 恶劣条件下保质保量完工 科威特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部 夏季炎热 前早而漫长 6至9月的气温甚至超过50度 春秋季则沙尘暴频繁 严苛的自然环境给施工带来了严峻挑战 中国建筑科威特中央银行项目总工程师 摇扇发 炎热天气混凝土凝固很快 只能晚上浇注还得加冰 要严格控制温度在30度内 管理人员夜间值班 室外气温也有40度 在一个小时内衣服早已湿透 挑战身体承受极限 沙尘暴天气 现场工程师都得带住户目镜及口罩工作 严重时呼吸都 科威特中央银行项目建筑师总监 西蒙 劳伦斯 项目设计以三角形灯塔的形状为基础 北部外墙堤采用玻璃墓墙设计 并借鉴科威特著名建筑中的几何形状作为主要特征 大楼面向大海 向世界展示科威特的进步与繁荣 曾经长期保有世界最大船之称号的是著名的香港船网董号 云旗下的海上巨人号邮轮 其以458米的长度和82晚载重吨的重量长期碾压第二名许多 而在2009年 这艘船被拆后 很久都没有450米以上的船只出现 不过这一切已经改变 之前的几艘已大著名的船 海上巨人号以其最大82万吨的排水量 458米的全长长期保持住世界最大船罚的殊荣 而且无论是从长度角度还是从排水量角度 都是如此 最上方的是诺克威特斯号就是海上巨人号 他改过好几次名字 第二个是两万一条货柜船 第三个是散装船 第四个是海洋绿洲旗 最后一个是世界上最长的航母企业号 海上巨人号一生多波折 在其生涯中一共经历了六个东甲 在两一战争期间被击沉过 修复后长期作为浮动原油库使用 2009年被拆解 目前其船帽保存在香港海市博物馆 其在重吨数为56万吨 算上自重的总重 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77万吨 另一种是82万吨 2012年 三星重工具际导造船厂 呈建了一艘超大型船舶 其长度则超过海上巨人号30米 达到488米 成为目前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长船舶 这条船 这就是荷兰壳牌石油公司 在澳大利亚油气填项目上 使用的Prelude FLNG 实际上这个把东西叫做船 也有点偷换概念 因为它无法自主航行 而是只具备调整角度的小型动力系统 这个东西被翻译为 不是液化天然气装置 可海自己的说法是比之前世界上最大的船要大 但是使用的却是两万标箱货柜船 可能是默许认为海上巨人已经拆解了就不算了 要是考虑海上巨人 其实这个世界最大还得看是以哪一个指标算 一般而言 要么看吨位或排水量 要么看长度 2017年年底 这艘浮动工作平台已经运抵澳大利亚外海的天然气填 进入时运营状态 据称其在近期将全面投产 在这艘船达到最佳工作状态时 预计每年可以加工530万吨燃料 包括360万吨液化天然气 130万吨凝吸油和40万吨石油气 其保存的液化气压缩率将在600倍以上 尽管采用超低温保存 但是储藏贯压力依然很大 澳大利亚海事部门表示 将会加强对其巡视巡查与安全监管 避免其在恶劣天气或人为原因造成爆炸 一旦爆炸 这条工作船的威力大约是广岛原子弹威力的10至15倍 相对于虽然不是特别强调航速 但是对于航速也还有一定需求的货轮 这些基本不具备制航能力的海工船 一方面外形较为奇特 同时其总体而言尺寸也不小 现代钻井平台和海上炼油平台也不拘密于方形 同时一些其他海工平台也在逐步出现 不过相对而言 人工岛和浮动航母实践起来较为困难 而且固定航母概念本身违背了航母使用重载航母机动性这一点 所以恐怕短时期内 或许不会有比FLNG更大的船只出现 或者即便有也只是差个几米 重个几千上万吨 不会明显拉开档次 be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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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